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最后一堂课 这是我们的居家生命之轮静修营 我们已经讲到了道士帝这系列教授相当重要的部分 按照24堂不同的课程分开 很有可能大家还记得当我们在上这24堂课的期间 我们还用过相当多的一些图片 英文当中我们有一个说法 一张图能抵过一千个字 所以在这最后一堂课我想要做的事情是 在我们到目前为止这24堂课里面我们用的所有的图片当中 我选择了12章 这些都是我们一整堂课当中最重要的图片 你还可以在最后这一堂课当中做一个自我测试 我想如果你能够记得这12张图代表着什么 你就算作能记起这整一系列课程当中所有的重点 我又给这一些图片一个特别的名称 我把它称之为I-D-I-D-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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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意思就是念图 他们对中文的文字也有这样的说法 有些人说为什么中国人这么聪明呢?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这么聪明 开玩笑的 他们有这个说法说 因为中国人的思考目容程度是按图片来思考的 我觉得还真的挺对的 所以我想大家来想到这个图片 我不会给大家很多张,只需要12张 我教授这个道次第已经有10年了 这本书我们还需要多讲6年 然后作为甜点 如果你想要的话 有一个13年的甜点等着大家 如果你想要的话 有一个13年的甜点等着大家 就是摄摩塔跟皮婆舍那的13年的甜点 我所做的事情是 我把过去这10年所有的图片都收集好 对这些图片我们也会另外拍一系列的视频来 对这些图片我们也会另外拍一系列的视频来 如果你能够记得过去所有这10年来的图片的话 即使你没办法去参加所有这些道次第经修营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进行34次了 你还是能比较大程度能理解这些内容的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进行34次了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进行34次了 是一个人在对着一个炸弹做的某些事情 我们在说他在启动着炸弹 他在调着这个倒计时 然后他就会跑掉 那五分钟之后这个炸弹就会爆炸 所以这一系列的生命之轮的课程中最重要的其中一点是 我们有提到说 一颗种子是如何被装在 在你生命的临终时候 那是我们生命当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 就是你对这个世界的觉知存在的最后一分钟 某种程度来讲我们 我们其实在选择或者说唤醒着一些 将会决定我们去到下一世是什么地方 甚至说创造出我们下一世的那些关键的种子 那这一张念图的名字叫做 启动优先级 更早 习惯 更近 严重程度 有四个原则我想要大家是去记住的 一般而言 在你临终的床上 那些打开的种子 那些打开的种子 就是会是那些你最先前时间最早种下的种子 先进先出 那当然我们会想要它是好种子 我之前有尝试去想起来我在今生当中种过的最早的一颗好种子 然后我才意识到那个小孩子其实不是很在意要种好种子这件事情的 但是我的确有享受做一些让我母亲快乐的事情 一般而言 在我们临终时的时候 希望是最早种下的好种子会掀开 但是这个准则是有一个例外 就是如果你在生命的后期 你有一个很好的习惯 就是你不断地一遍又一遍地做了一些好事 所以那颗种子会移到队伍的前端代替前面那颗种子先打开 除非 以下我们就去到了阿比达摩的经典里 有可能就是说在你临终时候的一个情绪比较大的时刻 会跑到队伍的最前头去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鼓励那些我们所爱的人在临终的时候要有一些善的念头 但如果他们生命当中曾做过一些极大的善心 比如说他们有直见空性 或者他们有经历对全宇宙所有生命的爱 那颗种子将会在临终时占据主要的地位 所以我想要大家在看到这一张图片这一张念头的时候所记得的是 我想要你去想一想你在生命当中所做的善事 尤其是想要你尝试去记住那些你所做过的最大最大的好事 然后这一系列课程当中的第二张念头是 是一张就是一位女士在打电话的图片 然后她身旁有一面玻璃墙 有一面玻璃 这一张念头的名字是平静地去提醒他们关于善的事情 无论在期间还是在之后 意思就是当你的所爱的人在医院当中在临终时 我的父亲当时病重了大概六个星期 所以我就抓住了这个机会去提醒他 关于他自己生命当中所做的好事 哦,爸爸你能够想得起来的最早的你做的一些好事是什么 或者说你生命当中有没有这么经历一个阶段 是你一遍又一遍的,可能好几年内不断重复做一些好事 或者说你现在能不能想到一些特别的事情 会是很好的善业的一些特别的事情 或者说爸爸你做过的最棒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然后爸爸就去世了 然后爸爸就去世了 那这一张念头的第二半 就是说你可以去跟那些已经逝世的逝者去对话他们在中阴生里 我们有讲到说他们在那个时候有一些特别的能力,有神通 他们能听见你说的话,能看见你,但是他们就像在隔着一面玻璃一样,碰不到你 所以你可以持续地去跟他们对话 你可以去帮助他们,叫做成这样的好事 你可以去帮助他们,叫做成这样的好事 就持续去跟他们说话,去讲他们做过的所有的好事 就持续去跟他们说话,去讲他们做过的所有的好事 所以在这里,此时你可以做一些非常强大的善行 去帮助你的爱人,去有很好的受生 得到很好的受生 我想要用的下一张念图 这边是生命之轮的图片 我讲的就是一张痛苦的轮回 这张图其实还包含了所有的秘密 有讲到说,为什么我们今生会有这么多的麻烦 为什么我们会死亡 我们专注讲的是,在生命之轮外圈的那十二支 但实际上我想要大家特别去记住的十二支里面有三支 记得第一支是大麻烦 在厨房里是什么? 我什么都没有做,他就骂我了 那就是误解 那会种下一颗坏种子 但如果你不去更多的学习 如果你不去更多的修行练习 那一颗种子就会在第八支和第九支被得到水分和养料 它就会带你去到不好的地方 所以呢,首先 永远永远不要想说,我什么都没有做 你所做的一切都来自于你所做的 所以你要好好地去学习空性 学习摄摩他冥想,学习毗婆神那正进 持续地去为他人做好事 这三点呢,会有这样的力量 能够去阻挡你的坏种子打开 而且能够让你的好种子打开 好的,第四章念图 我们在系列的线上课程期间没有用到这张图 我是另外找到这张图的 这里这张图描绘的是一颗种子打开 然后芽长出来了 我选这张图是因为我想要大家记住《道感经》当中所说的内容 就是《道感经》 这是关于这些十二元起之的教授的经典来源 当你看到这张念图的时候 当你看到这张念图的时候 我想要大家能够记得的是《道感经》的开篇提到的关于缘起的那几句话 佛说 如果持有 则有 则必有 因果 这个事情有,那个事情就一定会有 就是这样子 如果这个东西在这里持有 然后那个事情将会发生,则必有 因为你自己的问题而去抱怨别人的话 那你就在照着将会令你受苦的业力 所以这一颗种子,这一颗芽 是提醒我们 这本经 佛陀在开篇说 一切都是你的错 不要去因为你的问题而去抱怨别人 解决你的问题就好 好,第五张念图 我选择了一张我的狗的图片 我是几天前,三四天前拍的这张图片 他呢,就遇到了一些事情 他一周内,他眼又盲了,耳朵又聋了,而且嗅觉也失去了 他总是在屋里走来走去 就会撞到他的头 你可以看到他的头很扁着,很幸运 我们到处都放着这个枕头 还是会找到一些能撞头的地方 而这一张图对我来讲,意味的是什么呢? 如果你是眼盲的 你将会撞到头的 那意思就是 我什么都没有做啊 然后你就会撞到头了 你会遇到麻烦 我们所有人都会有问题的 我们所有人都会遇到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人 我们所有人都会在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人当中 经历一些很糟糕的事情 但如果你能够明白这一系列课程 你会去想,那一定是我曾经种下过这个 在你明白这一点之后,你的行动计划会是什么呢? 极其的简单 那些别人正在做的你所不喜欢的事情 你自己要停止做这样的事情 那那个人就会离开 所以你不需要很多的哲学教育 你遇到的任何不好的事 尤其是跟别人之间的问题 选择就是你对这件事情最不喜欢的方面 然后你的行动计划 就是你自己停止做这样的事 他们就会搬走的 他们会死的 他们会变成你的朋友 有一些事情会发生 好的 下一张念图 我们这里有 这张图有莎士比亚 然后就是有另外一张图是有很多的齿轮的 这张念图的名字叫做 不像莎士比亚的舞台那样简单 我们这里讲的其实是引用了莎士比亚所写的著名的 关于人生的不同阶段的内容 其实那真的是一篇非常非常有力量的诗 其实那真的是一篇非常非常有力量的诗 这可能是在英文文学当中非常尽少数的佛教的著作 他说每一个人都经历着同样的阶段 首先是个孩子到处大小便 然后他们变成恋人又浪漫 然后就爱上别的男生女生 然后他们有了爱国的精神 然后想要跟别的国家打仗 然后他们变胖又变有钱 如果他们从战争当中能够存活下来的话 然后又一次变成孩子 然后愚蠢,一无所知,而且什么都记不起来 身体很虚弱 然后就死去了 然后莎士比亚说每个人的故事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因为这一点我非常喜欢莎士比亚 但是不要认为我们这个生命之中像莎士比亚所写的这样 为什么呢? 我们讲的其实不是人类生命的十二个阶段 我们讲的是一支又引发另外一个轮 第二支又引发另外一个轮 第三支又引发另外一个轮 不断地引发不同的轮 然后去个去个不断地引发引发 所以你所做的一切 将会引发上百件不同的事情 其他的事情 不是说你生命当中就经历这么一个轮而已 实际上我们还提过说 一世是不可能走完这一圈这一轮的 至少要两世 其实他讲的最多三世指的是 最多三世会有成千上百个轮 好,下一张念图 这里第七 这张念图讲的是有一个人装置好一个地雷 因为他希望一个星期之后他的敌人可能会踩上这个地雷 从这张图片我想要大家记住的原则是 讲的是 装置这个地雷是辐射而不是阳光 那什么意思呢? 很简单的 当你夜晚做咖啡冥想的时候 譬如说你在回想你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所种下的好种子 那种快乐的感受就好像阳光会让好种子长得更快更好 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 你在咖啡冥想当中 越能够理解种子,越多地想到好种子的话 它们就会越快地打开 你学会了种下善业的四步骤吗? 你学会了种下善业的四步骤吗? 有,我有学会 哦,那你的这个知识就像阳光一样会照耀在你所有的好种子上 然后你的好种子会比另外那个不懂的四步骤的人会开得快很多很多 那你懂不懂业力的四大定律? 那你懂不懂业力的四大定律? 有,我懂 有,我懂 那就像是照在你的好种子上的阳光一样,它们都会更快地打开 你懂不懂这四朵花呢? 种子怎么打开的四朵花 种子怎么打开的四朵花 意思就是说,你对种子的理解越多 这些种子就会得到越多的阳光,它们就会开花结果的越快 所以要持续地学习,学习,学习 这个知识库的网站 有超过五千个免费的演讲或者阅读材料 每天花一点点时间,十分钟的时间去学习 那你所有的善业都会更快地打开 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 那就像辐射 它将会杀死你的好种子 它不会打开好的炸弹,而是会关掉好的炸弹 好的,下一张图 这里是三套十二支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原则,我不需要再讲很多 每次你令这个轮转动 甚至在整一个轮转完一圈之前 它就已经会碰到另外一个轮,让另外一个轮又开始转动了 这就像好像是我们刚刚在莎士比亚 还有很多齿轮的那幅图里面讲的就是好像手表里面的众多的齿轮相互互动 看着我的手 在同一个时刻会有很多个轮在同时的运作 所以不要去触发那些不好的轮 好,下一个念图第九章 是一个向下的旋转楼梯 实际上这是来自于出自龙树的一个简短的描述 这个轮的倾向就是去转动并引发另外一个轮 你有这三支烦恼之的其中一支 误解 然后为你做了一件好事,感到开心 然后就是一般来讲的对种子的误解 它们会引发两种业 新业跟成熟业 这些又会引发普通的人类的生活 从你的意识入母胎开始之后的有七步 一直到你死亡 但是 很不幸的是 在这七步当中,你又再做前三支 因此 生命之灵会倾向于自己就转动 这就是旋转楼梯的意思 这张图的意思 然后第十章念图 就是一个在牢狱当中的人 如果你能够在这一系列课程当中获得成功 现在你可能会有一些恐慌会发生 现在就在我们这个小镇 就是昨天有第一个人已经被确定染了这个病毒了 你会感觉到所有人都会有这种恐慌的 甚至动物啊,像那些小鸟啊,狗啊,他们都会感觉到有些事情在发生 现在只有我们小镇里面的佛教徒有一个平静的意识了 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一点呢? 如果你真的明白了这个生命之轮 那你应该感觉到恐慌 部分的内在应该有恐慌 你应该时时刻刻都感觉到不舒服 在这里没有任何东西会有好的结果 如果我结婚 如果我生了孩子 如果我赚到了钱 如果我买了房子 如果我去健身房运动 生命之轮里面的这个时间将会摧毁这全部一切 我会失去我的孩子,或者我的孩子会失去我 我会失去我的伴侣,或者我的伴侣会失去我 我会丢失我的房子 我会丢失我的身体 所以在某一个层面来讲,你应该会感觉到对自己身处在这个轮当中有恐慌 这是一个比较现代的监狱,不再是一根根的棍子 我选这张图呢,有两个原因 第一呢,很明显的,他就在监狱当中出不来 第二呢,这张图给我感觉他也很抑郁 我以前有去监狱教课 很多年前开始的 我们用这个ACI的课堂去帮助这些监狱里面的人已经有超过25年了 当你在监狱当中去教他们四步骤的时候 你都不需要去问他们四步骤的目标是什么 你都不需要去问他们四步骤的目标是什么 我以前会问他们 哦,你们学了四步骤,对不对? 对 那你要用来做什么呢? 他们不会说什么钱之类的 或者女朋友 或者肌肉 他们唯一想说的就是,我想出去 顺便一提,有很多的犯人能通过运用四步骤,让他们判刑的时长剪短了 所以这张图 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道字帝的说法 非常非常著名的道字帝的说法 如果你没有意识到你在监狱里的话,你就不会想要离开监狱 好,下一张图 一个壮汉像Stanley一样 开玩笑的 然后带着一个斧头 这一张图呢,就代表着我们要用来离开生命之轮所需要的三种练习 在这个例子当中呢,这个生命之轮就像一棵非常粗大的树,而我们想要把它给看到 这一把利斧啊,就是你对空性的理解 还有对缘起的理解 厨房里面是什么? 厨房里面这两点是什么? 哦,原来在厨房里面没有那个不来自于我的老公的 哦,我老公骂我是因为我骂了孩子 这就是完美的空性与缘起 我不是在给大家简化来解释 我其实是更深入地来解释 那就是真正的缘起信空 百分之百是这样的 所以啊,这一份要离开生命之轮这份这么重大的任务 我们将需要三个东西 第一 一把大斧头 就是你要学习道次第学习得很好 然后你要有专注,因为你如果要砍这个大树的话 你必须得每次砍在同样的地方,不然这个树是不会倒的 那就是圣摩塔 什么是圣摩塔? 非常的深 那是什么? 每天都做冥想 闭嘴,做冥想 不要担心什么是圣摩塔 每天做冥想 从十分钟开始 每个星期天多加一分钟 你就会得到圣摩塔 然后你需要强壮的臂膀 那就是你要去友好的对待别人 不要去伤害别人 那格西老师,我什么时候应该停下来? 那如果你的头发着火了 那你什么时候会开始呢? 什么时候会开始灭火呢? 如果你的头发着火的话 所以不要问我格西老师,我该什么时候开始这样的练习 我能不能明天再开始? 我能不能明天再开始? 可以可以,就是你的头发着火了 那你应该明天再去灭火 不是的,要如同像你的头发着火一样来行动 不要这么说,这是错的 你如果说,如同像你的头发着火那样来行动,是错的 那格西老师,你要我怎么说呢? 那格西老师,你要我怎么说呢? 你的头发的确在着火,就在现在 不是说如同它在着火 你的头发就在燃烧 所以现在就开始你的练习,修行 顺便一提,最后一点 我认识几乎所有在听这个视频的人,你们都是佛教徒 你们有这种佛教徒的特有的愧疚感 很多年了,格西麦克让我去做冥想,但是我都没有每天做冥想 已经很多年了,格西老师都让我们记这个六十书,但是我却没有每天都记 我现在还在骂我的老公或者老婆 那个空性这个东西好像在厨房里面并不是真正的有用 如果你跟我一样的话 我学习所有这些内容都已经快五十年了 然后我就太忙了,然后没有真正去做 然后我就感觉到很愧疚,内疚 我感觉到不是很舒服 人们就说,格西老师,你自己是一个佛教老师 我说是是是,我是佛教老师 但是我内在就会有内疚 哎呀,可是我没有记六十书 我今天没有做我的冥想 我有时还会对佛罗尼卡生气 我所建议的是 从小事开始 现在开始 做一点点冥想 再一次开始,重新开始 你所有的这些练习 记你的六十书 做你的冥想 尝试去记住 我什么都没有做,这是错的 从我个人的经验,我再告诉大家 你的佛教修行会有所起伏,上上下下 英文当中有这么一个说法 就是走两步退一步 你练习了两天 然后又退步了一天 失败了一天 不要去期待你的佛教修行是这么往上走的 它不会是这样的 我现在就在告诉你 它会这样子 好好好,错误 再一次开始 重新开始 好好好,又犯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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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是往上走的 但是它是这么走的 祈福往上的,波动往上的 你会有很不好的日子 但是你要顽固一些 如果你不快点回到你的练习的话,你会感觉到内疚的 对我来讲,内疚比不成佛还要更糟糕 但是你不需要感觉到内疚 如果你只要明天做事一点点 你不需要一天就成佛了 好的,你两天没有做冥想,没有坐在你的冥想殿上了 你的意识里面就在想说,哎呀,我真是个坏人,我太糟糕了 然后就跟你的意识讲,让他闭嘴 就坐在你的冥想殿上 再一次,重新开始 你就在进步了 好的,祝大家好运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Stanley 谢谢Tim 谢谢晓萍 下次以后再见 谢谢 dan 再见 再见 Friday ,